很久 你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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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們 一時間 好 知道 站前一點 我想問 你覺得今早上特首答 關於大灣區的問題 答得怎樣呢 他有沒有解釋給你聽 香港的角色 大灣區的爭議 已經是爭議的了 他現在講清楚 不是急症 不是重病的病人 可以由大陸回來香港 他說清楚 說是香港人 這個我們是比較放心的 但問題是 問他有關大灣區之中 我們香港那個高度自治 我們那個自主 是去到哪裡呢 他是閃卓其詞 或者是閃力其詞 他完全答不到回避問題 是很明顯 我們這個大灣區的 這個這樣的規劃 是將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連根拔起的 不需要再有一國兩制 我們跟廣州 珠海 深圳等等 是完全平起平坐 那個意義 還有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是連根拔起 當然無存 我補充幾點 第一個就是 大灣區的規劃 香港人一定是被規劃的了 我們沒有任何的渠道 甚至連立法會都沒有任何的渠道去決定 那個規劃的內容 至於郭家琦醫生問到那個醫療的問題 其實他沒有回答到的 他沒有回答到就是 如果我們香港的醫院都迫爆的時候 為什麼當中這個規劃 是會有一些條款 就是說鼓勵香港的醫生 回大陸那裏執業的呢 那就是進一步 扯散香港的醫療的人才 另外關於那個 胡志偉議員問到那個 逃犯條例的修訂呢 林鄭月娥是迴避問題的 真正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過去的二十多年 中港之間都沒有 不能夠就著 移交逃犯的達成協議 而現在 今時今日 2019年就要 借著這個台灣凶殺案 去暗渡陳倉呢 特首他在那個角色裏面 固然是 我們完全是 不能夠相信 如果北京給了一個指令 他說要他開始啟動 那個程序去拘捕某一個人 他是可以say no的 而去到法庭那裏 不可以以前議員 很多的律師也都提到 根本香港的法庭去處理 一個引渡的申請時候 他能夠去審議的審查 那個部分是相對狹窄的 所以如果北京他做了 這些證據出來呢 香港是沒有辦法 是把腦關去保護到 香港人 以至於所有在 香港的外國人 講大灣區先不太亂 我覺得呢 我覺得香港特別行政區 將會在大灣區發展之下 就會慢慢地 抹蓋了特別行政區這四個字 而成為一個 一個地方的發展 因為大灣區 無論在經濟 社會設施 文化等等 裡面呢 將香港融入了中國大陸裡面 我覺得呢 雖然林鄭月娥剛才說 香港是香港自己本身的自己的措施 和一些特色存在 但是在一個這麼大的融入裡面 一定會將香港融入到裡面 所以我很擔心 我們香港一直以來的 社會核心的價值 包括了自由民主人權 而法治呢 都會在這個情況裡面 慢慢會消淡 會融為一體 雖然我們說 五十年不變 有一個一國兩制 港人講高度自治 其實大家看到 一國兩制 港人講高度自治 這十二個制 不斷退遞 不斷被中國政府 以至幕後的一些 譬如中聯辦等等 支持著 主持著香港的運作 所以我很擔心 特別在法治方面 大家看到 很多個案裡面 已經不是香港本身自己 可以自己去支持得到 或者自己去主持得到 而是被牽引著 因為我們講的 這個《逃犯條例》裡面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之一 我們待會再講 好 林鄭月娥特首 今天答大灣區的問題質疑 其實是回避的問題 她又是賣弄小聰明 就是說 今次大灣區規劃 我們很多香港市民 關注到的 其中一個的安排 就是說 這個非急重病人跨境 陸路轉運服務 她只是說 郭家琦醫生 就說 轉運回來香港接受治療的 都是香港人 她的答案就是這樣 但我想強調 大灣區的規劃 是政治先行 是影響一國兩制 模糊邊境 香港那個 相對的制度優勢 當我們要做規劃的話 一定是要適切地 考慮到 香港的獨特的情況 香港對中國大陸 最大的貢獻就是 維持我們香港相對的制度優勢 包括我們的醫療體系 但是你看看 林鄭月娥現在 只是 逢 這個 中共 這個 北京政府 馬首是瞻 習近平要發展大灣區 她就 執行 都 離不及 去 頭 但是 當我們現在面對我們的香港公共醫療系統 爆煲 急症室爆棚的情況 提出一些適切的建議 例如 要處理我們的人口政策 但是 又擔心現在跨境的轉運的非急重病人的服務 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得到我們的公共醫療系統 甚至乎下一步會不會又說因為有互換呢 又擔心大陸的醫護人員又來到香港 影響到我們的醫療的水平 這個就是香港人關注的問題 但是對不起我們的林鄭月娥特首呢 是沒有適切地去回應這個問題 我想再次強調 不是這個 我們不只是關注這個 非急重病人 跨境陸路轉運的服務 她是香港人 還是大陸人 而是說 當我們的醫療系統 超負荷的情況 這種這樣的發展 都是會令到我們的公共醫療系統 這個服務的水平呢 是大幅下降的 而我們的林鄭 繼續是政治先行 執行中央下達的指令 去強行由上而下 這樣呢 是造成香港被規劃這個這樣的情況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大家看到 今早早林鄭 答問那個 用的語言藝術 就現在已經去到精神分裂的程度 她講大灣區的時候 就講到自己是一人 一人代表整個香港 是不用害怕的 大家 所以我叫不到咪 她講大灣區 就說她一人代表整個香港 可以是 大家不需要擔心的了 我們有什麼 給你看著 但是完全是 很明顯是被北京牽著鼻子走的 總之習主席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講到逃犯條例 她就立刻避開說 大家要理解 我作為特首 只不過是啟動那個引渡的程序 她就完全不肯提到那個制度的問題 現在她要求這樣的修訂的制度之下 就根本在香港引渡 在香港的人回大陸 是連洗頭艇都省了 她是知道的 但是她完全是灑了你就算 她是灑小鐘來的 她講解不想 為什麼妳說 所以呢 去臨時 對於市場 那些部分 對於市場 我認為 Carrie Lam 現在非常想要 她的自己的授權 她的技術 她她會說 她會說 在香港 香港, and don't you guys worry, I'll look after Hong Kong for you, when she's just a puppet of Beijing. She would be doing whatever the master tells her to do. But then when it comes to the fugitive law amendments, she parried the question. She quickly sidestepped by saying that, well, I'm not actually in charge. I would only be the one as the chief executive. Actually, I would only be starting the extradition procedure. Otherwise, there's no more a function of this chief executive in this extradition controversy. Now, she is really speaking like a schizophrenic, I would say, person, because it's just not right. Are you in charge or not?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making expedient quotes so that she could just get away with it. Can you also elaborate on what are the key concerns about the changes to the tradition? Oh, the extradition law. Our major concern is that whoever gets extradited back to mainland China just may not get a fair trial. Hong Kong people simply do not have trust nor confidence in the judicial and legal system on the mainland. For the extradition issue, President Xi has just said himself that there is no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mainland China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just a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Hong Kong SAR cannot agree on an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mainland for the last 21 years. And so what happened in this few months that Carrie Lam can be so confident that an issue that even Xi Violent didn't dare to touch on she can manage to break that taboo and try to open a loophole to extradite not only Hong Kongers but all foreign people who stay in Hong Kong. So this is a concern that not only about Hong Kong people but I think both are that Taiwan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be concerne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Yesterday about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the development plan they announced two days ago. A lot of measures require a lo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But how would we keep the assistance part of the Wansha Pong which is a system intact while cooperating very in control of the mainland? This Greater Bay Area Plan scheme by Beijing is obviously a huge plan. In a nutshell, sucking Hong Kong into a black hole and to not just melt Hong Kong but disappear Hong Kong into the vast hinterland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ould only exist in name. There's no more SAR as such and the Hong Kongers should be extremely worried about it. Do you care rightly to deny the whole money? Pardon me? Do you care rightly to only deny the whole money? Well, as of now, there's no particular details, right? It's a sort of a preliminary plan as issued by Beijing. I don't know if you've actually managed to read it, the 20,000 plus words. But as of now, we are against this supposed grand plan. This is no good for Hong Kong. They are worried about Hong Kong identity and that's why they try to take this down as soon as they could. And they would do an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Hong Kong doesn't stand out anymore. But then you would say, what's wrong with integrating with mainland China? Of course,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 are different. We are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 If not, why bother about th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romise as agreed by Deng Xiaoping and Margaret Thatcher. There will be many the firstoi people did on the tour.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get a look. The first one in the interview is to discuss this, however, if we spend a look at our American tour. This is so easy for us to discuss this before. One is to draw the same. This will be the next time. The third one is to draw the same in the view. 谢谢大家